第941张月灵霜拜访 知圣牙 夜幕之下透着几分凄凉之意 冷风拂过 让踏入知圣牙的知圣感觉很冷 许多陨落之人都彻底消失了 包括他们的圣气自然也都被带走了 他妄想夺取知圣道宫的圣殿 以及圣气强大知圣牙 然也福天先下手让他知圣牙断层 这需要多少年才能够恢复元气 50年 100年 或者 更长 而且这一战之后 谁还赶入知圣牙修行 他知圣 身为圣主 却让知圣牙遭遇灭顶之灾 谁愿臣服于他 他当然感觉得到 哪怕是活着的王侯人物 看他的眼神也不如以前那般敬畏了 但他没什么好愿的 他是知圣牙之主 这就是他的责任 推卸不了 享受着至高的权利 无上的地位 就该担起那份责任 但他将知圣牙推向了深渊 七华圣君 周圣王 能否即刻调集大军 杀往荒州 知圣抬头望向虚空中的两人开口道 既然下皇重新制定九州圣战规则 九州圣战无需再上柄 那么之前大周圣朝和至圣道宫间的预定自然不再算数 周圣王也能出手 知圣 叶福天离开西华圣山 却绿大军杀来知圣牙 想必是早有这种想法 狡诈至极 这样的性格 必然不会让他至圣道宫两位圣人回到宫等我们去杀 恐怕 圣人已经逃走 至于圣境之下 道宫能让知圣牙如此 阵容必然不弱 需要从长计议 七华圣君开口道 叶福天当然不傻 怎么可能不懂得利用规则 道宫圣人会等他们去杀 至于贤者这一层次 看知圣牙这情形 恐怕需要他西华圣山以及大周圣朝两大圣地实力清朝而出 才能彻底覆灭至圣道宫 据说 杨肖在道宫布置了不少阵法 至圣道宫占据地利 他们杀过去即便灭了道宫 怕是也损兵折将 自然不能急于一时 之前 他们本打算三大圣地压迫至圣道宫 让道宫一些强者自行离开 再将之覆灭 如今 知圣牙贤者先被扫荡了 知圣牙 失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剩下的战力大概就剩下知圣自己和孔瑶 知圣听到西华圣君的话内心极为寒冷 但却没有说什么 空间显得格外的压抑 周围的圣人也都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谁能想到呢 他们甚至在想 叶福天是否之前就想过借知圣牙 严圣之手召唤夏皇出来制定规则 以免道宫遭到诸圣杀戮 至于夏皇制定的规则 他们并不意外 虽说夏皇并不那么在意九州 但终究算是他的道统 一代代会出现一些厉害人物 他已经放开了九州圣战 如若不禁止圣人对下境界的人出手 一旦九州大乱 那就是真正的末日了 你杀我的人 我图进你的后背 规则之下 诸圣地多少会受到歇撤肘 事实上 即便没有夏皇的规则 历代以来 圣人一般而言都不会对其他圣地下境界的人出手 也算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之所以出现荒州这种特例 是因荒州以前没有圣人 知圣牙认为可期 周圣王当初何尝不是如此认为 明白了 知圣冷淡回了一生 知圣 七华圣君继续道 我能理解你此刻的愤怒 知圣道宫如此残忍实杀 九州人人得而诛之 只是规则之下 我们还是要按照皇命行事 九州太大 况且九州之外还有无尽地狱 圣人有意避开 谁能找到 莫说是我们 即便是皇境人物 怕是也难 离圣美眸中陡然间闪过一抹一色 他的目光望向西华圣山 这句话看似简单 但背后 却蕴藏身意 这西华圣君豪生的心机 九州之外 还有无尽地狱 圣人要避开 皇境人物 也难找到 这什么意思 知圣要避 是否下皇 也难找 其他圣人眉头也都微挑 都是修行多年的老狐狸 自然懂得这看似 随意的一句话背后暗藏身意 而且 此话名念上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今知圣牙遭到学习 如若知圣真的足够狠 不过 这却是在拿自己的命堵了 下皇有多大的能量 他们不清楚 真要这么做 有很大可能 知圣走不出九州 所以这样的决心 可不容易下 诸位都请回吧 知圣没有回应西华圣君 而是让诸人离开 周围诸人都没有说什么 迈不离去 然而心中却有些波澜 毕竟知圣牙是宇州圣地 皇中那位在寿宴上 看似人畜无害的英俊青年 手段够狠 七华圣君和周圣王也离开了 各自回了西华圣山和大周圣朝 今日之事 也给他们提了个性 不要小觑了叶福天的狠辣 稍有不慎 便会遭到对方的反噬 知圣牙一战很快传遍九州之地 无数人为之震撼 就在所有人都还沉浸在 西华圣山和大周圣朝联姻仪式中时 那一天却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知圣牙遭到学习 以至于许多人都将本该属于那一天 绝对主角的柳宗和周子一遗忘了 叶福天终究还是那叶福天 九州之地 仿佛没有人能够夺了他的风头 传闻那天婚宴之上 柳宗曾和叶福天切磋 将叶福天击退 之后便发生了知圣牙遗战 这是否意味着 同代中 柳宗已经比叶福天更强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怀疑 叶福天是否是故意想要退走 才没有尽全力 知圣牙之战 据说叶福天并没有参战 只是荒州知圣道宫的人在战斗 叶福天的实力 是否还无法参与入这种级别的大战 那一战还出现了一支妖兽军团 知圣道宫中有利害御寿师 各种传闻在九州之地传开 消息自然也传入了荒州 在荒州掀起一阵风浪 当年知圣牙在荒州兴风作浪 荒州的人都是知道的 时隔短短数年时间 连有人敢想当年的那位王侯青年人物 如今竟然率领至圣道宫学习了知圣牙 简直震撼人心 许多人都感觉热血沸腾 也想要加入道宫修行 哪怕如今道宫面临盛战 若是扛过了这一次圣战 九州之地至圣道宫的崛起将不可阻挡 此时荒州至圣道宫 叶福天下令道宫之人全面戒备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同时派遣邀寿前往监视西华圣山和大洲圣朝的动静 如今这种局面 对方随时有兵发至圣道宫的可能 如今的叶福天 想要尽可能的拖延一些时间 等到他和余生都入贤军 圣战便会轻松很多 还有三师兄杰宇 吴臣以及九哥他们 也都需要时间变得更强 虽然和知圣牙一战 学习了知圣牙 但也伏天并未得意 依旧有着非常强烈的危机感 夏皇虽然制定了规则 但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对方就绝对会遵守约定 要真逼急了 对方是有可能违背夏皇命令的 所以 智圣道宫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危机 此时 圣贤宫中 叶福天在修行 却有人前来禀报 可是 叶福天见到来人问道 公主 夏周月之有人前来拜访 来人开口道 叶福天眼眸中闪过一抹一色 道 来的是何人 叶福天一味千金 自称月灵霜 来人道 叶福天露出意外神色 随后迈步走出 道 去见见 片刻后 叶福天见到月灵霜 同时有一些人越知强者随行 见过叶公主 诸人微微欠身道 诸位客气 叶福天点头回礼 随后目光看向月灵霜笑着道 灵霜小姐怎么来了 你不是邀请过我来到工作客吗 怎么不欢迎吗 月灵霜奄然一笑 自然欢迎 只是如今我到宫正多时之秋 没想到你会来 叶福天笑道 我这便命人设宴 不用了 叶公主能带我到至圣道宫到处走走吗 月灵霜笑道 叶福天看向他 见对方美眸凝视自己 便轻轻点头道 好 我带你去道宫看看 说着 他便往前走出 月灵霜跟随在他身旁 没有让其他人跟着 两人身形腾空而起 来到道宫的上空之地 叶福天对着月灵霜道 这是圣贤宫 公主所在之地 至圣道宫乃荒舟修行圣地 以前有六宫 后来我又添了些 我知道 听说月宫主入至圣道宫之时 并不被看好 圣贤宫挑选了白云城主知死白则 战胜宫斗战贤君则挑选了你为弟子 如今 斗战贤君已经是斗战胜了 月灵霜笑着开口 却是如此 月灵霜了解了他的一些过去 连入道宫的事情都已经知道 你还曾被逐出过道宫 因为之圣衙险些被杀 昔日道宫公主看到你的天赋 才不惜牺牲自己 传位于当时只有王侯境界的你 月灵霜继续笑道 而如今 你带大君入之圣衙 也算是为昔日两位公主报仇 一雪前耻 两位公主若是知道 一定会为他们的决定而感到骄傲 叶如你的老师一样 虽说如此 但道宫在我手中却也面临着存亡危机 夜福天道 你可以化解的 月灵霜道 正如当年你老师以及两位公主看中你之外 如今 我月知也一样 我相信不会看错 所以 上次的提议 你为何不考虑呢 夜福天看向月灵霜 只见这名类的女子并没有露出娇羞的神态 那双清澈而美丽的眼眸凝视于她 从她的眼神中 夜福天自然读懂了一些事情 心中不由得苦笑 感情一事 我并不想拿来交易 更何况 这对你也并不公平 夜福天叹道 可我并不介意 月灵霜依旧看着她 笑了笑继续道 自从第一次和夜公主见面 我可是打听了不少夜公主的事情 如今至圣道宫面临的局面 夜公主应该比我更清楚 如若夜公主真的看不上灵霜的话 灵霜并不介意做一场戏 家族看中夜公主的天赋和潜力 但终究需要一个理由的 否则不可能冒着风险 而我正好可以给家族出面的理由 又能缓解道宫的危机 何乐不为 等到道宫度过危机 一切结束之后 夜公主可以宣布这只是一场戏 那时也没人在意了 第942章暗流 夜福天有些差异的看向月灵霜 这有着沉鱼洛艳之思的女子 美眸中的淡淡情愫 她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而且月灵霜的确了解了自己的过去 显然是个用心的女子 然而 两人不过庶面之缘 且第一次见面便是月江流引荐暗示 夜福天自然不可能有何感情 以这样的方式借助月知的力量 并非她所愿 而若说只是逢场作戏 借助完月知的力量便又过何拆桥 未免又显得卑鄙了些 即便月灵霜说并不介意 但这对她而言又是何等的不公 都已经赢取之后说只是一场戏 谁信 她人岂不是会传言 月灵霜是因遭闲而被扫地出门 所以一旦联姻 说是作戏未免太虚伪 只能真将月灵霜那为妾室 只是纯为道工利益考虑 依旧对月灵霜有些不公平 但若说一点不动摇 那显然也是虚伪 道工如今面临的局面 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面对西华圣山和大洲圣巢 再加上一个之圣 有六大圣境人物 村长和老师如何抗衡 只能一直闭着 等她踏入圣境层次 又不知需要多少年时间 因此 这连因关乎的并非是她自己 而是至圣道工的利益 以及许多人的生死 自然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 月之若是答应加入 西华圣山和大洲圣朝都会有所忌惮 不敢轻举妄动 见到叶福天的表情 月凌霜微微低头 眼神终略闪过一缕暗淡之意 显然明白叶福天对自己 并没有一点喜欢之意 不过很快她便收敛这种情绪 毕竟她虽然容颜出众 却也算不上倾国倾城 至少比之叶福天的妻子 便逊色不少 像她这样九州同代无双的人物 又凭什么轻易对自己有好感呢 毕竟她并非是什么真命天女 即便在月之 也算不上是最优秀 而知道叶福天的传奇经历 她的确算得上是真命天子 仿佛生来便注定不凡 哪怕九州无尽风流人物 她依旧能够一只独秀 抬起头 美眸望向叶福天 月凌霜奄然一笑道 叶公主的心意凌霜已经知道了 我正好出来游历 这些天能否在道宫游玩一段时日 自然可以 叶福天见月凌霜转移话题 便也没有再去想 笑着点头道 那我让家族的人先回去 月凌霜转身而行 两人回到圣贤宫 月凌霜便让月之的强者离开 使得月之之人目光中闪过一色 凌霜小姐留在道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先回去禀报家族了 叶福天让人为月凌霜 在圣贤宫中安排好了驻地 为了月凌霜 道宫还有数位长辈人物前来找叶福天 这家伙 由美人自愿投怀 竟然无动于衷 不过 也就他们这风流公主有此魅力了 细想一番 叶福天身边似乎就从来没有缺少过美女 冰雪盛殿的千金云水生 不死老人的传人皇 摘心腹的穆之秋 哪怕是侍女都是极为难得的美人 婷婷玉丽喜欢撒娇的龙龄儿 上次出去历练 也带了两位美女回来了 还真可以称得上风流公子了 此时 圣贤宫中 阁楼之上 有家人倚靠在那 眺望着远方的风景 听到脚步声传来 花结雨回过头笑看着叶福天 道 又辜负美人心了 叶福天耸了耸肩 走上前来到花结雨身后 双手环绕着那如纤细柳腰 脑袋从她肩膀上伸过 轻声道 这一路走来 辜负的还少吗 在圣天成修行之时 顾云熙对她有意 她自然是明白的 身边还有楼兰雪 这些 她都心如明镜 最难消受美人恩 花结雨微微侧着脸 叶福天寺能够感受到她的呼吸 那张清澄的容颜近在咫尺 令人迷醉 以前在青州学宫 你可不是这样 花结雨柔声笑道 那时候 不是很喜欢占琴学姐便宜吗 结雨 这么多年的事情你都记得啊 叶福天一脸黑线 清州学宫修行之时 他们才十五 那时候 她对感情仪式是朦胧的 锦衣学姐乃是学宫许多弟子的梦中情人 正值青春年少的她 对性感美丽且善良的学姐自然是有好感的 哼 我记得可清楚了 花结雨笑盈盈的道 唉 可惜了 后来被某个妖精给迷住了 亦失足成千古恨 叶福天叹息一声 花结雨踩了她一脚 浅笑的美眸流露出罪人的美丽 轻声道 那妖精这么迷人吗 那是 我现在就要吃了她 说着 叶福天微微低头 吻过那罪人的红唇 妖精虽然迷人 又如何逃得过她的掌心 抱着那罪人的郊躯 便转身进了房间 自是春宵一刻 月灵霜在圣贤宫住下 不少人本以为宫主夫人会对此不满 却不想道宫之人时常见到花结雨 带着月灵霜一起于道宫中出现 谈笑风生 关系似亲密如姐妹般 这让道宫弟子心中对叶福天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 按道宫主厉害 简直是男人典范 讲夫人这般天仙般的女子 且不介意其他女子的存在 甚至能够和公主并肩战斗 简直完美 然而这一天 至圣道宫却有一行强者浩荡而来 降临至圣道宫 竟然又是来自下周月之 月福天出来相迎 月灵霜也来了 这次来的是月江流 夜公主 灵霜 月江流看向两人喊道 前辈怎么有空来道宫 月福天道 似乎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月江流等人神色显得很严肃 灵霜你叔父以及护卫你来道宫的人去了哪里 月江流对着月灵霜问道 那日我到了道宫之后 便让叔父他们先回家族了 怎么了 月灵霜也意识到了什么班 开口问道 你叔父他们 遇难了 全部遭人所杀 月江流开口说道 月灵霜脸色瞬间变了 夜福天同样目光一鸣 月知之人离开至圣道宫后 被人所杀 这 会是谁干的 怎么会这样 月灵霜脸色苍白 有些内疚 自己来一趟道宫 竟然害死了叔父他们吗 这么说来 如若他那日也一起回去 岂不是也一样 要被人所杀 前辈 有线索吗 夜福天问道 月江流摇头 随后又问了月灵霜一些问题 推测出 月知之人的死就在离开道宫的当天 而且距离他们离开道宫没有多久 显然是在荒州境内 甚至在中州城地界被人暗杀了 荒州是至圣道宫的地盘 但至圣道宫 显然不可能杀死月知之人 双方关系还不错 夜福天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 否则月江流他们来道宫便不会这么客气了 显然也知道这件事必然不可能出自道宫之手 夜公主 荒州可有顶尖势力恨道宫 月江流问道 应该不至于即便有人恨道宫 他们也不敢这么做 夜福天摇头道 如今的背景下 道宫必然被无数双眼睛盯着 西华圣山和大周圣巢的人恐怕都在这中州城有很多眼线 但若说是他们所为 似乎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或许见到我月知有意和夜公主联姻 因此派人暗杀 本意想要将灵霜杀死 但灵霜不在 因而杀了其他人 月江流推测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夜福天也露出思索之意 但如果真的是西华圣山和大周圣巢的人所为 一旦被查出来 岂不是逼月知和道宫联手 得罪一个强敌 所以 他无法确定 月知强者的死 有些蹊跷 会不会是知圣所为 月江流又道 知圣崖一战 知圣如今怕是恨透了道宫 而西华圣山和大周圣巢迟迟不肯出手 想必知圣对此也极为不满 于是在暗中挑动月知入局 不清楚 夜福天摇头 此事背后有些扑索迷离 莫非 因为这场圣战以及下皇之令 又引出了暗中圣地势力 如若不是西华圣山 大周圣巢以及知圣所为 那么这件事 便更不简单了 有其他圣地布局 如果是这样 目的又是什么 我月知的人能否入道宫 在荒州调查此事 月江流对着夜福天问道 当然可以 我会配合前辈 发动导宫力量一起调查此事 夜福天道 月知的人是从至圣导宫离开后被人所杀 而且是在中州城 算是他的地盘 他也有责任 多谢夜公主了 月江流微微拱手 随后看向月灵霜问道 灵霜 在导宫可还好 嗯 夜公主和夫人都对我非常照顾 月灵霜点头 那便好 月江流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 月灵霜看了夜福天一眼 夜福天心中胆慨 月灵霜决定留在道宫 实则就是在帮他 给九州之人造成一种假象 月知从家族中调集人手 纷纷入至圣道宫 开始调查月知强者被杀一事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九州诸圣地的关注 月知的人竟然被暗杀 这可不同寻常 九州之地 除了这场明面上的圣战外 似乎有暗流涌动 第943章皇族 至圣道宫和月知联手调查月知强者被暗杀之事 九州诸圣地都在关注着 究竟是谁敢对月知暗中下手 这么做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数日后 两大圣地查到了月知强者最后战斗的地方 的确是在中州城地狱 然而 却是在一处无人的荒地 此时 夜福天和月江流他们便来到了这里 下方有战斗破坏的痕迹 甚至流有血迹 月知强者最后被人看到出现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不远处 调查之人便是顺着他们最后被人看到的地方 沿路找到这里的 还参与着封印之意 大概是月知强者战斗时留下 此时 这片区域被两大圣地的人封锁 这时候西华圣山和大洲圣巢的人也失去的没有乘这机会动夜福天 月知强者的死 本就有很多人怀疑是他们所为 这时候出手 岂不是逼着月知彻底倒向至圣道宫 那样对他们更不利了 战斗痕迹虽然在 而且有规则气息留下 但除了知道这里是月知强者陨落之地 根本没有任何线索 夜福天运转大自在观想法 望向这片空间 试图想要找出蛛丝马迹 此时他的感知极为敏锐 身形降落在一处战斗地点 隐约感觉到除了封印之意外 还有一股忌惮的气息 好冷 夜福天南南低雨 随后又走向不同的战斗痕迹之地 两久 他抬起头看向月江流道 虽然战斗气息几乎消失了 但顶尖的闲者人物战斗依旧会留下一缕规则之意残余 我感知异于常人 能够感受到 似乎是一个人所为 而且对方擅长的力量似乎是寒冰规则能力 九州之地 就算是顶尖的闲者 依旧有很多人都擅长这一类能力 各圣地都有 月江流开口道 这意味着 夜福天的发现根本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可能找到暗杀之人 或许 是月知的强者太大意了 才会遭人暗算 恐怕他们也没有想到 会有人暗杀他们 又查探了一些时间 月江流开口道 看来找不到其他线索了 先回道宫吧 好 夜福天点头 一行人便返回至圣道宫 诸杀月知强者的人没有找到 一时监局是有些扑索迷离 但月知强者 却留在了至圣道宫 再加上外界传闻月知和至圣道宫有联姻之意 使得西华圣山和大周圣朝一只都没能敢轻举妄动 至圣牙遭到夜福天律大军杀戮 如今月知又进来搅局 令他们非常不爽 但即便不爽 也只能按捺住 继续等候时机 七华圣君和周圣王甚至心中暗骂知圣每种 好歹是一圣境人物 被人徒了后辈子孙 天下人耻笑 知圣牙百年难恢复元气 竟然没有与死亡魄的气魄 以知圣的实力 杀去至圣道宫 足以将荒州至圣道宫屠杀一空 哪怕是那两位圣人在 也挡不了他 灭了道宫之后 再逃便是 真被下黄珠杀 也不亏吧 看如今至圣道宫的潜力 后辈人物中 至少是要出现两位圣境人物的 一个天父号称冠绝九州的叶福天 一个九州问道第一人余生 当然想是这么想 要说让西华圣君和周圣王自己去做 怕是也不舍得自己身为圣境人物的高贵性命 修行到今日这一步 是何等的不易 世间之事 唯有什么比大道修行更重要的 若说有 肯定是命了 命都没了 谈何大道 叶福天回了至圣道宫之外 便又拿出了有关九州圣贤榜的卷宗翻阅 七十二圣他没有去看 而是看八十一贤 当然事实上 贤榜中已经有好几位不在了 而且都是他们至圣道宫干的 但即便这样 剩下的那些人 叶福天依旧看得认真 虽说九州各圣地擅长寒冰能力的人都有 但能够一人独自前往却自信能够杀死月之强者的人 定然是顶尖的人物 他甚至自信对方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 圣贤榜值得一关 不过看完之后 叶福天依旧没能够有太大的收获 就在叶福天还在调查月之强者死亡一事时 荒州 中州城 有一批不速之客悄然而至 中州城乃是荒州最大的主城 至圣道宫也位于中州城地界 此时 那座古老的城池之中 有一行强者浩浩荡荡而行 这些人气质尽皆超然 其中有一人鹤法童颜 身上透着几缕先锋 不经意流露出的气息 便足以令人心惊胆战 其余猪强者 也都是极为厉害的人物 他们一路往前而行 似乎在寻找什么 正中间方向 有一位身穿锦衣的青年副手而立 在他身旁 一位中年人身前漂浮着一幅画卷 光芒闪耀 这幅画卷竟是呈现一幅地图 正是这幅地图 为他们指引着方向 应该就快到了 中年开口说到 他抬起头来 一双眼眸极为有神 刀削般的面容 给人一股锋利之感 身上带着淡淡的威严之意 这里是哪里 青年开口问了一声 下皇统侠的下界九州之一 荒州中州城 中年回应道 前段十日下清冤带人出去试炼 变到了我们的地盘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便来到了下皇统治之地 不过 在下皇帝界 怕是并不方便行事 都尽量低调些 不要惹麻烦 青年嘱咐一声 助人纷纷点头 都知道此行他们的目的 如若这偏僻的荒州之地 真的出现人黄遗迹 怕是也难讨得到好处 毕竟在下皇的地盘 能不惹事便不惹事 希望这遗迹 不要藏得太深 这样还有机会拿到就走 这幅地图 可是他们花费了很大的代价 才拿到手 可不要白忙或便宜了下皇的人 那幅漂浮于空的地图 渐渐亮起了光芒 似乎有所感应般 使得诸人物光阶都闪过锋芒 看来找对方向了 没有过多久 他们来到了一处大气磅礴的家族势力 一座座宫殿威俄耸立 极为气派 竟因有真龙之气扑面而来 这势力在这片地狱 应该是属于顶尖势力 然而 此刻却空无一人 是一座荒废之地 地图上的光芒越来越亮 但此时这一行人却都露出怪异的神色 竟然没有人 倒是这一座座宫殿外 有不少人往来 此时都抬头有些好奇地打亮着虚空中的那一行身影 这些人的气息很可怕 也不知道是从何处而来 莫非又是九州的圣地之人 随着叶福天率领至圣道宫 在九州之地声明确起 荒州中州城的人见闻遍也多了 如今即便是见到圣地的人 也不会感到奇怪 虚空中 那一行人目光望向前方 这无人之地似乎是一家族地盘 但都千禧离开了 入口之地有青龙阶梯 图案的中间刻着一个苍镜有力的大字 黄 简然 这里曾经的主人 和黄这个字有关 看到这一次 青年露出了一抹笑容 还真是有趣 他目光转过 望向那赫法童年的长者 问道 有没有感知到什么 老者的精神意志早已笼罩着下空每一个角落 他淡淡地摇了摇头道 这座家族虽然还算气派 但依旧小家子气 即便以黄字为名 却哪里配得上这个字 更不可能是我们想要找的 远处的人听到对方的话只感觉心头暗领 虽然如今这家族没有人在 但这里 曾经乃是中州城乃至整个荒州之地最为显赫的顶尖势力之一 除到宫外 能够排入前几的势力 中州城 黄族 但在对方的口中 却像是不入流的家族 小家自弃 不配以黄字为命 但此时地图生出感应 应该不会有错 可能另有玄机 先将这些宫殿建筑一平吧 青年吩咐一声 是 旁边一位中年文士模样打扮的人走上前去 他身上刮起一股极为可怕的风暴 这股风暴汇聚在一起 宛若世间最为锋利的利刃般 朝着前方卷了过去 刹那间风云变色 无比可怕的风暴直接淹没了天地 将浩瀚无尽的皇族宫殿全部笼罩其中 远处观看的人只感觉骇然失色 只见风暴卷过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建筑被连根拔起 随后在风暴中化为尘埃 彻底地卷入风暴里面朝着远处而去 很快 风暴消失 当诸人在看那灰红大气层显赫一时的皇族宫殿之时 却只有一片废墟 圣人 诸人心脏跳动着 怎么会有圣镜强者亲自到来中州城 这究竟是九州哪一圣地势力的圣人 而他们 为何要将皇族移为平地 莫非 又是冲着至圣道宫来的吗 但即便如此 似乎也不需要将无人居住的皇族宫殿移平吧 这有何意义 今年看着身旁越来越亮的地图光芒 开口道 应该就是在这里了 今日 即便是绝地三百丈 也要给我找出来 是 身边的诸人点头 他们跨越无尽地狱找到这里来 自然要达成目的 既然找对了地方 也能有失败之理 第944章两界震动 这一天 中州城地震 中州城顶尖势力皇族就地 有霞光扶摇而上九重天 整个中州城的人都看到了那只冲云霄的光束 一股浩荡之气像是穿透了苍穹 天生异象 中州城无数修行者抬头望向苍穹方向 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随后一则消息席卷这座荒州古老的城池 皇族之地地下有滔天大镇 藏有皇陵 如今镇法开 皇陵县市 铺土千里 中州千里之地 近街化作废墟 唯有一座皇陵耸立 传闻 皇陵中缭绕黄气 乃人黄遗迹 一时间 消息席卷荒州 甚至蔓延至辽阔无尽的九州之地 引发滔天巨浪 至盛道宫 就在中州城 此时到宫之中 夜浮天站在虚空之上 许多身影出现在他身旁 目光眺望着远方苍穹 在那里 天空被霞光染红 苍穹之上 竟呈现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像 有绝世人物傲立于天地间 成龙脸 周围有无尽铠甲将士环绕 战车陆路 欲征伐天下 这幅画面 宛若武道一致所画 却投影至苍穹 简直骇然 这需要何等可怕的境界才能做到 那里 发生了什么 此刻有一道剑光一闪而至 降临夜浮天等人身前 赫然乃是秦庄遇见而来 皇族地下有阵 被人破开 有皇陵出土 意向由此而生 秦庄对着夜浮天开口说道 秦庄速度何等快 一去一回没有多长时间 便将消息带回 夜浮天身旁 黄西身躯微微颤抖着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苍穹一向 隐隐感觉是很是熟悉 这分明是他们皇族之人修行功法展露出的武艺幻象 爹 黄九哥对着黄西喊道 皇族弟弟纷纷走到黄西身边 内心皆都无比震撼 皇族地下有阵 皇陵破土而出 传闻 他皇族乃人皇后裔 皇族一直以此自居 气度高傲 但事实上 早已被磨平棱角的黄西 当初截杀大中圣朝强者一战时 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狗屁人皇后裔的身份 然而此时此刻 老天爷这是在耍他吗 夜浮天也同样看向黄西 黄九哥命魂不凡 有三大命魂 人皇身 人皇宫 人皇剑 皆以人皇二字命名 以前很多人都认为是皇族之人自恃太高 哪来的人皇后裔 那高不可攀的人皇 是遥远的传说 如今来看 这命魂的命名 怕是并非是随意而为 平凡之人 很多都没有命魂 因为祖辈没有 命魂很多都是传承下来 如今看来 皇族三大非凡命魂 果然是有超凡先祖人物 追打破的阵法 夜浮天对着秦庄问道 皇族之人多年来都不曾发现皇族地下有阵 如今阵法被迫 可见对方比皇族之人还要更熟悉 恐怕不是寻常人物 是一群外来人 身份不知 然而 有数位圣境人物 秦庄开口道 夜浮天神色不由得变的凝重 若真是仁皇遗迹 怕是要惊动上下两界 下皇 都会派人前来 夜浮天开口说道 并没有生出在自己的地盘当立即去抢的念头 至圣道宫多少实力 他当然最清楚不过 更何况又面临圣战 真有人皇遗迹 怎么都轮不到他 即便当初皇族强者发现了 对于皇族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 皇族是中州城顶尖势力 但也仅此而已 九州任何一个圣地 都能轻易灭了皇族 哪里轮得到他们继承先祖皇陵 更何况九州皆为下皇道统 人皇遗迹 九州的圣地都没份 看下皇心情 皇西自然也和夜浮天有一样的想法 明是苍穹的眼眸闪过一抹淡淡的暗淡和不甘 在他们皇族之人都不抱有希望 不再认为自己是人皇后裔之事 忽然这一天来临 证明他们皇族真为人皇后裔 甚至留有一迹 然而 先祖留下之物 他们却难以染指吗 正未免有些悲凉 我想去看看 皇西颤抖着声音开口道 皇族之外的人 怕是根本无法理解此刻他的心境 好 夜浮天点头 立即召集人手 连有多久 至圣道宫便有一行强者浩浩荡荡而行 朝着皇族所在的位置出发 已如今道宫阵容的强大 可不是对方随便挤人伏击就能对付得了的 西华圣山和大中圣朝若是想要对付他们 定要率领大军从圣地出发才行 更为重要的 如今夜浮天自己已有自保之力 所以没那么多顾虑 皇族所在之地距离至圣道宫并不是很远 毕竟都在中州城 此时 皇族以前的宫殿群落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横跨千里的浩瀚皇陵 一日之间凭空出现 中州城的修行者皆都聚集而来 包括那些顶尖大势力 曾经的中州城四大势力中 皇族和听雪楼都入了道宫 但西门世家以及雷霆却并没有 这两大势力的强者此刻便也来到了这里 看着那座皇陵内心震荡 西门世家的家主身穿一袭白袍 身后背着一柄剑 他眺望着那座皇陵心中有些想法 如今至圣道宫在荒州一手遮天 声望无双 曾经各大顶尖势力灭的灭 入道宫的入道宫 其他也都没了声音 早已不如当年 甚至没什么存在感 如今的荒州之人 世人只认道宫的存在 若是他们家族能够出现一位圣人 便不一样了 西门寒将站在他身旁 目光灼灼 当年他也曾在至圣道宫阳明 位列到榜第一 但如今道宫 怕是都已经遗忘了他这好人的存在 他心中始终有着一股执念 但也伏天的名字 却像是一座高山般 压得他无法喘息 这时候周围传来一阵喧哗之声 隐隐有声音传来 至圣道宫到了 那便是叶福天 至兴道宫 律大君覆灭之圣衙的道宫公主 一道道声音传来 新门世家的人目光转过 随后便看到远处方向一行 身影站在虚空之上 为首两人并肩而立 一人英俊超凡 七度无双 另一人绝代容颜 倾国倾城 如神仙眷履 他们周围 则是强者如云 七门寒将眼神陡然间变得极为锐利 双拳威臥 但叶福天身侧方向那位独臂见修 当年他都站不过 如今 怕是也难 走 七门世家家主走上前去 对着叶福天微微欠身道 西门近见过叶公主和夫人 叶福天并未看他 他的目光依旧望向前方那座凭空出现的黄陵 这座黄陵极为大器 金色光辉笼罩 并非是普通的陵墓 而是以金色古城为陵 黄陵内 有着无尽手持金色长矛的铠甲将士雕像 虽染着尘埃 却依旧给人一股肃穆之感 仿佛这支大军曾经兵风所指 所向无敌 黄熙以及黄族等人内心澎湃 极不平静 这是他们的先祖荣光吗 黄族先祖 究竟是何等人物 清门世家之人见叶福天头都没有低下看他们一眼 只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脸色极为难堪 却也不敢发作 他们家主亲自前来拜见 叶福天 却看都不看 清门涵将双拳紧握 抬头看着那张英俊的容颜 曾几何时 叶福天甚至不配他认真对待 叶福天这才将目光缓缓收回 低头扫了一眼 西门世家之人 没有说话 西门竟带着诸人退下 脸色难看 西门世家的人进阶都感觉受到了羞辱 当然 叶福天也并不在意 道宫面临圣战 西门寒将临阵离开 虽然他说过不会计较 道宫之人有权选择 但指望他给对方面子 如今荒州之地 西门世家也敢称顶级世家 待到圣战平定 荒州势力需重新划分 这时 一股极为寒冷的沙翼笼罩而来 叶福天目光缓缓转过 便看到他们远处方向有一道身影安静的站在那 只有一人 披着一袭黑色衣衫 身上的气息冷到了极点 杀念毫不掩饰 之胜 叶福天扫了对方一眼 看来 他绿人扫荡之胜牙之后 之胜便来了荒州地狱 恐怕 一直在盯着他们的动向 可惜 有下皇令在 之胜即便杀念在墙 也不敢动他们 这时候 苍穹之上有绚丽无比的光芒闪耀而至 一股强横至极的气息从苍穹弥漫而下 许多人抬头 便见到一行身影直接破开云层从天而降 自那漫天霞光中降临而下 为首之人一袭白衣男装 却有着比女人更美的容颜 让许多人一时看得有些吃了 此人若说是仙人下凡也不为过 之胜抬头 他看到上空来人之后脸色微有些变化 略显有些不好看 来得好快 这么说来 九州若有什么大动静 根本是蛮不过上界的 他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降临 那么 西华圣君曾暗中鼓动他对道公下手 如今看来 他真下手的话 多半是走不出九州地界 下皇的能量 比他想象中的更大 叶福天同样望向那从天而降的身影 为首那比女人还漂亮的男装青年 自然便是下清冤了 叶吾臣夺仁皇建议 下清冤可以不在意 因为他父亲就是仁皇 仁皇义他随时能够感悟修行 仁皇建议虽然也能有些用 但没有去夺自己下属的必要 但仁皇遗迹 便不一样了 可不是仁皇建议能够比拟的 第945章黄灵图 黄灵外 李瑶抬头看向那从苍穹降落而下的下清冤 心想来得好快 这里终究是下皇的地盘 想要不引起下皇注意还是难 他也没想到皇陵出现时隐天地异象 如今看来 这皇陵遗迹 怕是很难掌握在手了 身体悬浮于空 黎瑶看向下清冤道 清冤公主别来无恙 下清冤目光望向黎瑶 他自然认识 这位是来自黎皇界的皇子 黎皇界域和下皇界域相邻 黎皇统治的下界天和九州不一样 只有一个正统大黎皇朝诸多圣及宗派世家 都受到皇朝统治 而皇朝主人皆都是黎皇一脉 在九州云州境内 有一圣地离宫 这离宫之人便是出自大黎皇朝 先祖或最辈族流落至九州之地 直至后代出现圣境人物 在云州创建离宫 对于此事 大黎皇朝也并未追究 毕竟是他们驱逐之人 等同于和大黎断绝了关系 黎瑶九州乃我下皇界统治之地 下清渊扫了黎瑶一眼 语气带着几分冷淡之意 清渊公主上次带人前往我大黎皇朝 我大黎可是热情好客 这皇陵乃是我所发觉 至少有公平争夺资格吧 黎瑶含笑开口 看着眼前那张美而腰的面孔 若是这下清渊穿上女装 该是何等的倾国倾城 然而 听闻下皇这最宠爱的女儿 从未以女装饰人 有传闻称 若是有人能够征服 这骄傲不可一世的小公主 想必她才会穿上掌裙 出现在对方面前 显露出绝代风华 下清渊没有理会黎瑶 神色很是淡漠 那双清冷高傲的眼眸望向 肃慕威严的黄灵 在下皇帝界 即便给予对方争夺资格又如何 她黎瑶能夺到吗 去看看 下清渊对身旁之人开口道 九州之地竟然拥有人黄遗迹 这意味着 遗迹是在她父亲统治九州以前便存在 至少有着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即便是这遗迹的后人 恐怕都已经不知黄灵的存在了 这座黄灵被镇法埋葬于地下 镇法开 黄灵县 纵横千里 似一座皇城 哪怕黄灵县 镇法之威依旧还在 光芒直达九天之上 现在怕是进不去 清渊公主还是耐心等待吧 黎遥开口说道 下清渊没有理会 她目光依旧凝视前方 威严肃目的黄灵 的确如同一座金色黄城 从中弥漫而出的气息 汇聚成一股可怕的金色气流 弥漫于黄灵之中 蕴藏极可怕的气息 正是这股奇妙的气息 直达九天 隐天地一向 整座中州城的人都能够看到 公主 很快 那前去探查的圣经人物 去而覆海 对着下清渊欠身道 这座黄灵被封多年 如今已形成极为可怕的金煞之气 灵而不散 其金煞之气之强 即便是圣人踏入其中 也会被刺穿撕碎 恐怕需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踏入黄灵中 下清渊听到对方的话 往前迈步走到黄灵前 身后之人紧随于他 只见下清渊手掌挥动 顿时一见璀璨的法器呼啸而出 直接穿透续空射入黄灵之中 这法器之中竟弥漫着一缕圣微 圣气瞬间穿入黄灵区域 却见那一缕缕金色的气流 直接流过圣气 在许多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这股气流直接穿透圣气而过 而不是绕过 随后 那璀璨夺目的圣气直接分解 竟灰飞烟灭 许多人心脏颤动着 好可怕的金煞气流 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才形成这股气流 这座黄灵中有大恐怖之物 当然也有人心颤于下清渊的大手笔 随意便丢出一件圣气毁掉来 眉头都不曾皱一下 这就是仁皇后裔 感觉就像是圣人丢掉一件 闲者级别的法器一样 完全不在乎 而九州之地 圣气可是极为珍贵 许多人心想 这座黄灵被认为是仁皇灵墓 那么里面 是否有黄气 讲到这许多人的心脏跳动着 不过看到下清渊顿时诸人 便又流露出失落的表情 哪怕真有这等逆天之物 也轮不到他们染指 九州之地最顶尖的圣气 都只有最顶尖的人物 有资格拿到手 更何况是黄气了 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背景 拿到了又能如何 只会是死路一条 黄族之人内心极不平静 黄熙身为黄族当代家主 此刻心情极为复杂 黄族之人自称黄族后裔 并非是自封 而是一代代先祖口口相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代越来越远 便使得他们自己都不怎么信了 但如今 却发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人黄后裔 这自然是值得骄傲之事 他们体内流淌着人黄的血脉 此刻见到黄陵中 只是流淌着的气流 便足以摧毁盛气 他们更是新潮澎湃 先祖干世何等人物 然而 他们如今却像是局外人 只能在旁边看着这一切 根本不敢走出去说 这是我黄族先祖遗迹 归我黄族所有 那样 怕是别人会将他当作白痴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叶福天看了一眼身旁的黄西 他能够理解黄西此刻的心情 想必非常难受吧 有朝一日黄族县 便以我血染黄土 讲到过往记忆 黄西脑海中像是有一道闪电划过 记忆深处一道古老的声音出现在脑海之中 这句话正如他们属于人皇后一身份一样 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黄族县 黄族县 黄西脑海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目光盯着前方的黄铃 心脏微微颤动着 以前他不明白这句话是何意 如今他感觉自己懂了 黄西回过头看向身后的黄族弟子 看了一眼黄九哥 随后目光又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他有些犹豫 他为叶福天赖过命 为道宫死战过 但牵扯到先祖传承 他依旧难免内心挣扎 公主 此时黄西忽然间对着叶福天传音一声 叶福天目光望向他 露出询问之色 我想 黄族先祖可能留下过一些东西 我想回道宫 公主可以一起过目 黄西开口道 叶福天看向黄西 黄铃的出现 让他想起了什么吗 好 叶福天点头 开口道 回道宫 说吧 他便直接转身离去 诸人都有些茫然的看着他 但还是跟随着一起离开 返回至圣道宫 回到至圣道宫后 圣贤公一座宫殿中 叶福天秉退看诸人 这里只有三人 他 黄西以及黄九哥 黄西找他有密室 他自然不让人跟在身边 伯父 和黄铃有关 叶福天看向黄西道 嗯 黄西点头 我皇族代代都有线索流传下来的 但大概是因为皇族逐渐没落 随着时间推移 这才使得很多事情渐渐被淡忘 甚至不被相信 就连我 都不准备让九哥对他后人提及人 皇后一知识了 我以为这太过虚无缥缈 那伯父可是想起了什么 叶福天问道 黄西点头 随后他手掌挥动 顿时一幅图卷漂浮于身前看 这是一幅山河图 又称黄图 乃是一件强大的法器 可用于战斗 如今看来 怕是不止于此 黄西伸出手指 随后以灵器为刀 搁在手指之上 顿时有鲜血从指尖流淌而出 黄西将手臂放在图卷上 鲜血滴落而下 将黄图染红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黄西皱眉 他指尖鲜血流出之地 直接按在了图卷之上 顺着指尖鲜血不断流淌而出 将黄图彻底染红 还有灵器不断渗入其中 顿时黄图渐渐发生着变化 这幅图卷 竟有血色的光芒亮起 越来越亮 血色化作金色 很快便笼罩着这座大殿 金光外放 有一幅巨大无边的地图投影而出 三人看向那幅投影而出的画面 内心皆都怦然跳动着 黄灵图 夜幅天内心震荡 皇族先祖看来传承下来的 不仅仅只有仁皇后 意这一并无多大意义的称号 黄灵图光芒璀璨 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三人眼前 随后竟化作了一道道流光 直接钻入他们的眉心之中 顿时那幅图卷仿佛 也随之一起钻入了他们脑海 在脑海中呈现 栩栩如生 甚至还留有一些极重要的信息 简然 皇族先祖是期待有朝一日 自己的后人能够亲自拿回传承的 至于当年发生了什么 为何不直接传承下来 便不是很清楚了 也许当时遇到了危机 不敢传下去吧 很快 那璀璨至极的黄图又变得暗淡无光 飘落在黄西手中 夜幅天看向他 心中微有些动容 伯父若是将之献给夏清渊 足以换九哥入上界随夏清渊修行了 至少不必跟着我危机四伏 夜幅天感慨道 夏清渊我不了解 但公主的品行我最清楚不过 只是 有夏清渊和那陌生的强者在 我们若是要虎口夺食 怕是不那么容易 黄西道 至圣道公不过是九州圣地之一 自然还没有底气和夏清渊叫板 这次上下两界震动 不知会引来多少豪强 我们浑水摸鱼就行 尽可能的隐藏 今日致事也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夜幅天开口道 黄西自然明白 正如夜幅天所预料的那般 接下来的数日 猪强者还在等待金煞之气散去 而九州猪圣地的人得到消息之后 已经陆续赶来了 这一次 各大圣地几乎都到了 包括圣境的人物 一时间 荒州中州城风云际会 荒州之地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强者 不知有多少风流人物 齐聚黄陵之外 不仅如此 上界天也有人到来 从上界下来 自然也是为了黄陵 第946章 低头难 黄陵外 昔日黄族附近 强者云集 中州城所有人都汇聚来此 听闻九州诸圣地旗帜 这等盛事 也能不来见证 荒州之地 何时有过如此阵仗 一些顶尖世家之人 甚至奢望自己的后辈能够有些气韵 被九州圣地大人物看重 收为弟子 此时 一座九楼楼顶 夏清约安静地坐在那 身边强者云集 在他下手方向 都是九州诸圣地的顶尖人物 夏圣都亲自到来 还有九州书院黎圣 圣光殿的基圣 这三人 乃是圣榜中大祭司以及死神祭冤之下排名最前的三大强者 他们都到了 可见这次阵仗有多可怕 七华圣君 周圣王等一行人 自然也都在 如今夏清约的身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夏皇最宠爱的小公主夏界 他们焉能不来 除此原因之外 九州的圣人 谁不想境界继续往前 但哪怕是身为九州圣人 他们平日离也难见到夏皇 如今 有黄陵县世 传闻这乃是人黄一记 焉能不来闯一闯 虽说有夏清约在 他们不一定能得到什么 但却也不想错过 除此之外 这些人还带了家族中顶尖后辈 尤其是那些被夏清约册封为天选的天之骄子人物 都待在身边 和小公主夏清约熟悉一些 对于他们的未来有极大的好处 有可能比他们这些长辈走得更远 公主已监察使身份于夏界试炼 便与人黄一记出现 看来这是公主气韵所致 夏圣微笑着开口 黄陵藏金煞 还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夏清约开口道 若是人黄所留 定然不会那么简单 如今诸圣帝齐聚于此 又有公主气韵加身 岂在乎区区金煞之气 待到其散去 我等便随同公主一同入黄陵 夏圣道 九州诸圣帝都在吗 据我所知 应该还有人没到吧 这时 夏清约身旁不远处有一行人坐在那 其中一位气度非凡容颜出众的女子 开口说道 夏圣等许多人目光望向这女子 此女高贵冷傲 来自上界天 能够坐在公主不远 必然身份非凡 这次上界天来人 圣人极少 大多都是年轻一辈 并非是他们对人黄一记没有企图 只是 小公主夏清约既然在 他们来此坐甚 跟夏清约争骂 谁敢 若要上界天的那些老怪物人物来为夏清约坐驾一 又不甘心 那些顶尖的老怪物 可都是心高气傲 不像夏圣这样的老好人 夏清约即便在出众 也只是夏皇之女 还镇不住他们 除非是夏皇的直属势力 才会受命追随夏清约 譬如夏清约身边的那几个人 必然有着超凡的能力 架上也看向那说话的女子 她知道对方来自离恨天 上界离恨天 可是夏皇界见到第一圣地 你是指 夏圣笑着问道 这里 似乎是九州荒州的地盘吧 为何不见地主 离恨天的女子乃是凤晓 昔日在九重天上 让叶福天自行离去的离恨天弟子 他身旁男子 自然是莫离 夏圣自然听懂了对方的意思 他曾派人打探过叶福天在上界做了什么 凤晓知道叶福天他当然不奇怪 但九州其他圣地的人 则都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上界之人 怎么知道荒州地主不在 夏圣看了一眼夏清渊 只见那双冷傲的表情并没有波澜 但此刻他脑海中也浮现了一张面孔 一张骄傲到过分 敢两次拒绝他的面孔 如今 九州诸圣地旗帜 独缺荒州 这里还是荒州的地盘 可见那家伙有多放肆 上次他见到自己 也不曾行礼问候 直接就离开了 听到凤晓提及荒州 许多人都默默饮酒 荒州至圣道宫的那家伙 何时懂过礼数 他又不是没有拒绝过下清渊 叶福天那混账东西 知道公主亲至竟然还不来拜见 不懂礼数 我这边派人去将那家伙喊来拜见 下圣赤和一声 随后对着身边一人传音一声 顿时那人外部走出 随后身形一闪便直接离开 直奔至圣道宫方向 下圣心中那叫郁闷啊 这可是荒州 多好的机会 岳福天甚至可出面请小公主去到工作做 无论同不同意都没关系 至少尽一尽地主之意 和小公主扯上点关系 那混蛋倒好 公主要他追随一起修行拒绝了 如今小公主亲自来了荒州 他竟然面都不露 这简直 真想冲那混蛋 下圣何必多此一举 姬圣淡淡地嘲讽道 知圣衙都被他带人学习了 这是一个贤君都没到的人敢做的事 和他谈礼数 知圣和孔瑶就坐在一旁 冷着脸 知圣独自饮酒一杯 眼神极冷 孔瑶也一样 他得知知圣衙遭到夜福天学习的消息后 杀念冲天 当年那楼椅班的人物 他怎么敢 圣战背景下 知圣衙准备加入 难道还不允许他人反击不成 岳圣淡淡地回应了一声 姬圣目光望向岳圣 眼神锋利至极 冷笑了吓到 听闻岳圣将家族中的女子 都送入荒州道工作小窃了 好手笔 似乎他人还没答应吧 岳圣脾气这么好 他姬圣为居圣绑第五 需要再呼和人 即便直言讽刺岳圣 又如何 岳圣神色冷漠 这姬圣一言不仅讽刺了岳圣 还挑拨岳之和岳福天关系 一言诛心 正因岳公主有了欺世 考虑到岳之千金身份 才没答应也说不定 更何况 我听闻岳公主和夫人患难与共 感情很好 也许是痴情之人 黎圣云淡风轻的微笑说道 一笑尖美的惊心动魄 使得周圣王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姬圣则是神色冷淡 他对女色没有兴趣 黎圣美则美矣 与他而言没有太大吸引力 上次警告过黎圣 但似乎 这女人一点不听劝 依旧和岳福天走得有些近 凤小等上借来人听到诸人的谈话 又想起昔日 岳福天在九天到场时的不可一世 便隐隐知道了那是怎样一个家伙 悟空一切 只是上品贤事 却连圣人都因他而分了派系相互争执 难怪他敢自虚九州无双 看来在这九州之地果然是名声极大 我听闻荒周夜福天九州无双 在场九州诸圣地 有不少人随公主试炼 被封天选 同辈果真无人能够胜过他 凤小看向诸人道 今日那些受封天选的人物 可都在场 九州无双 此时一道讽刺声音传出 一道靓丽女子开口道 我夫君便曾胜过他 凤小看向说话的女子 是大周圣朝公主周子怡 如今是柳宗妻子 柳宗便坐在周子怡身旁 在九楼下方 无数人关注着那里的一切 听着他们的谈论 这些人说话并未掩盖声音 中州城诸人都清晰地听到了 他们在谈论夜福天 没想到他们荒州领袖人物 已经能够成为上下两界之人的话题了吗 甚至还有许多圣人 这本身便是一种荣耀吧 寻常人哪有这样的资格 周子怡说柳宗能战胜 他们荒州道公公主 中州城的人是半信半疑的 当初西华圣山的战斗 他们不清楚 但也听说了一些 柳宗真能战胜那传奇公主不成 是吗 凤小看向周子怡眼眸中的骄傲之色 随后目光落在他身旁的柳宗身上 柳宗同样望向凤小 这上界天的女子 可是比他身旁的周子怡出众许多 他有些意外 凤小为何会知道叶福天 莫非 上界天的人 都打探过叶福天之事吗 上次西华圣山随意切磋 并不算胜负 柳宗含笑对着凤小点头 显得颇为谦逊 凤小笑看了柳宗一眼 道 这么说来那一战你战据上风了 若是真有同辈之人能够祭拜叶福天 我可引见他入下皇界第一见到势力离恨天修行 一位能够打穿九重天的人 且以碾压的方式击败了他的师弟裴牵引 若是有人比叶福天更出众 直接引见入离恨天自然没问题 许多人都露出异色 下皇界第一见到势力吗 他们有些好奇 这女子就如此相信叶福天的实力 究竟是何缘故 莫非 他见过叶福天出手不成 在场的诸人除上界天的人外 便只有下圣和离圣隐隐之道原因了 九楼下方许多人听到此话 不少有野心的人竟有些怦然心动 但想到叶福天的名气 便又有些灰心 圣名之下无虚事 叶福天乃是如今九州传奇人物 岂能不强 一行人继续聊着 过了一段时间 远处一行身影浩荡而来 为首之人玉树临风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此人的名气 在九州可是连圣人都盖过了 叶福天带着道公一行人前行 降临九楼上 随后迈步走到夏清渊身边 微微拱手道 荒州至圣道公公主叶福天 见过公主 既然夏清渊以公主身份到来 他这道公的公主 自然是要拜见的 夏圣都亲自找人去请了 他能不来吗 旁边夏圣见叶福天那随意的态度 心中那个恨啊 想揍人 给小公主低个头 就这么难 第947章入皇陵 夏清渊眼眸宁是站在不远处的巨傲青年 他曾两次拒绝他的邀请 如今见到他依旧只是随意的拱手拜见 上下两届 哪怕是圣人见到他 都没这么随意 离恨天凤小那双斑凤眼神盲内脸 同样凝视着叶福天 他在离恨天修行 平日里见到之人 哪一个不是惊艳一方的绝顶人物 然而 叶福天绝对是他所见过的人中最为巨傲的人 没有之一 他与九天道场九重天上 悟空一切 当场费了他师弟陪牵引 在凤小身旁 有离恨天见羞神色锋利至极 毫不掩饰眼眸中射出的剑意 显然对于九天道场发生知识很不满 此外 九州诸圣地的人皆都看向叶福天 有人冷笑 也有人心中苦笑 这家伙 着实倔强 傲得很 不过 浩瀚九州之地 也只出了一个叶福天 叶福天 黄陵与你荒州地盘出现 公主以及九州诸圣旗帜 你这东道主好大的架子 还要我去请才肯露面 下圣见下轻冤不说话 叶福天就那么站在那抬头看着他 又按骂一声混账东西 真是不像话 只好开口打破尴尬局面 呵斥一声 下圣言重 正因黄陵出现公主和诸圣旗帜 晚辈才不参合 以免生出误会 还是不来争了 让给公主 叶福天开口道 下圣一脸恶然地看着叶福天 这混蛋究竟想要干嘛 下轻冤也冷傲的凝视叶福天 让给他 诸人皆都冷笑地看着叶福天 今日九州诸圣到来 虽然明年尚看似一团和气 都像是要将一记中的一切都拱手献给公主 不敢争夺 但实际上谁没点其他的想法 只是看破不说破 叶福天倒是好 这明摆着说他有想法 但你是公主 我不敢跟你争 以退为进吗 当公主是白痴不成 下轻冤自然听得懂 叶福天拿话接他 你入皇陵 若能在我眼皮下有所得 便是你的 下轻冤声音中也透着几分冷傲之意 明知叶福天故意这么说 依旧上当 但诸人看在眼里 这何尝不是和叶福天一样 骄傲到过分 属下不敢 叶福天大声道 还有你不敢的 下轻冤讽刺道 既然如此 属下自当不负公主厚爱 叶福天开口道 西华圣君和周圣王冷漠的扫向叶福天 这叶福天在小公主面前可谓非常不尽了 但这同样骄傲到极致的小公主 似乎也有意和他较劲 很显然 叶福天这叛逆大胆的性格 让下轻冤记住了他的存在 叶福天身形退下 随后拜见夏圣 黎圣等前辈人物 夏圣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家伙简直胆大包天 竟然敢拿化套公主 一旁的黎圣笑看着叶福天 传音道 你胆子真大 不过你要入皇陵的话 可不仅是要和公主斗法 你来之前 可是有不少人针对于你 若是入皇陵的话 可没你想得那么轻松 叶福天抬头望向黎圣 微笑着点头 传音回应道 多谢黎圣姐姐提醒 我自会小心些 而且有公主在 即便有人想对付我 怕是也不敢自己动手坏了规矩 你称我什么 黎圣听到叶福天的话 称呼一愣 唯语间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神情 看向叶福天 这小子 仗着和自己熟悉了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竟敢称他姐姐 果然如小公主所说的那样 还有什么是这家伙不敢的 黎圣如仙子一般 言语温和令人如沐春风 称呼前辈总感觉怪怪的 便觉得姐姐更为合适一些 若是黎圣认为不妥 我自当换回前辈称呼 叶福天传音道 黎圣笑看着叶福天 这家伙不仅修行天赋厉害 这嘴巴也好生厉害 伶雅俐齿 这么一解释 如何还能怪罪他 似乎 的确是姐姐听着更为说耳一些 黎圣瞪了叶福天一眼 没有责怪他 叶福天便明白了 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这样的话 关系便显得更亲近了几分 称呼黎圣前辈 着实有些生疏了 周圣王见到黎圣美眸笑容灿烂 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便见到了叶福天 显然两人在传音交流 顿时周圣王的眼神变得极为寒冷 刺向叶福天 眼眸中有着毫不掩饰的杀念 他和叶福天结下的梁子 伸得很 叶福天自然感受到了周圣王的眼神 同样扫了他一眼 并不在意 周圣王又不是第一天想要杀他 若是可以 周圣王不会迟疑丝毫 便会直接抱起将他当场格杀 叶福天身旁 花姐宇微笑着踩了他一脚 似乎在提醒这家伙 不要忘记夫人还在身边你 这时 一道身影降临酒楼之上 来到夏清渊身边 逼声道 公主 金煞之气名而不散 犹如铁锁横江 横登于天 将皇陵封锁 就像是阵法般 恐怕永远等不到其散去 不过 金煞之气中空 皇陵内的金煞之气已经不那么强 大离的人 准备入皇陵了 夏清渊听到此言抬头望向远处 随后站起身来 修长的身形 肌肤圣血 那张脸美到近腰 却又很冷 身形一闪 夏清渊直接迈步而出 离开酒楼 朝着皇陵方向而去 既然大离皇朝 李瑶都准备入皇陵了 他自然不能落后 这里是他下皇界 李瑶远道而来 知道希望不大 想必想要争个先手 但李瑶敢做的事 他又如何会不敢 伴随着李夏清渊起身迈步 顿时一道道身影破空而出 皆都朝皇陵方向而去 神色肃穆 显然都意识到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那座皇陵既是人皇遗迹 便意味着有着千般可能 谁也不知会面临什么 只那金煞之气 便能让圣气直接化作虚无 可见有多可怕 很快 一行人来到皇陵外 目光望向前方 助人便见到一缕缕 金煞之气飘荡于空 在虚空中汇聚成一股极为可怕的金煞之光 将如一座城般的皇陵笼罩在其中 用铁锁横将形容丝毫不为过 将皇陵和上空隔绝 但皇陵内的低空之地 却已经没有多少金煞之气了 仿佛大多汇聚于半空中 这种意象令人嘖嘖称奇 从大理皇朝而来的一行强者 已经迈入了皇陵之中 可怕的是 在他们踏入皇陵后 皇陵中的铠甲将士竟像是复活了般 挡住他们的路 简然 想要踏入皇陵 也并不那么容易 好神奇 莫不是这只皇陵大军皆能复苏不成 叶福天看向皇陵中的一幕开口道 黄熙和黄九哥神色肃穆 那一切 皆为先祖留下 傀儡守灵 不远处的离圣开口道 的确很神奇 不愧是人黄手笔 叶福天目光转过 看了一眼旁边的黎盛 只见黎盛身后还占招数人 青霓仙子早已经见过 但有一位女子容颜近 丝毫不逊色于青霓仙子 那女子身穿衣习素衣 眉如弯月 浑身透着一股淡淡的冷意 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气质 叶公主看什么呢 黎盛微笑着道 叶福天目光收回 笑着道 黎盛姐姐 留黎盛殿都是仙子不成 听到叶福天对黎盛的称呼 许多人都露出古怪的神色 旁边的许多圣人都朝着叶福天望来 竟然 称呼黎盛姐姐 即便是花结雨都笑看了叶福天一眼 这家伙敢这么称呼 显然是有恃无恐 看来刚才的传音对话 他便是这么称呼 黎盛必然没有责怪他 才刚当众如此 月缠见过叶公主 黎盛身旁的女子对着叶福天开口道 月缠 叶福天目光露出一抹一色 想起了圣贤榜中的一个名字 流离圣殿将月缠 离圣大弟子 月缠仙子客气 叶福天回礼道 目光深深的看了对方一眼 随后将目光移开 望向黄陵 进去 这时夏清渊的声音传来 便直接迈步走入黄陵之中 黎盛他们已经在闯黄陵了 他们如何能够落后 夏清渊当先迈步而出 步入黄陵 诸人纷纷跟上 踏入黄陵之后 便感觉到那股金煞之气无处不在 头顶上空 更是被可怕的金煞之气封锁 恐怕无人能够从上面进出 这座如古城般的黄陵 前方黄陵入口 宛若城门一般 一尊尊傀儡镇守在那 这些傀儡身上皆都弥漫着 不同程度的金煞之气 强得可怕 走 夏清渊迈步往前 竟没有让其他人试探 直接便迈步前行 无所畏惧 有一尊尊傀儡朝着他的身体射出 傀儡身上弥漫着可怕的气息 手中的长毛笔直地朝着夏清渊刺杀而出 金煞之气直接破空而出 夏清渊感受到这股金煞之气似乎并不那么强 抬手便是一指击出 竟犹如天河道卷 化作可怕风暴 直接将金煞之气粉碎 轰向傀儡 砰 有巨响之声传出 金身傀儡竟然直接炸裂 可见夏清渊随意一击有多强 在夏清渊身后 有强者护法 自然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看到夏清渊都出手了 顿时诸人纷纷迈步往前而行 叶福天也一样 随着众人一起踏入皇陵 此时 在叶福天身后 知圣孔瑶 西华圣山以及大周圣朝的不少强者 都盯着他 随后踏步而出 第948章 周圣王和黎圣 叶福天自然看到了知圣等人 圣战之下 若是在皇陵之中有机会 这些人绝对不会介意将自己斩于皇陵之中 对于他们而言 这可是难得机会 平日里他于道宫内修行 且到宫克镇 对方想要直接攻入 显然要比在皇陵中动手难太多 黄州珠强者环绕叶福天身体周围 显然都防范着三大圣地的强者 走 叶福天身形一闪 便往前而行 只见皇陵之中 诸多傀儡朝着他们奔袭而来 在他们踏入皇陵的那一刻 这些傀儡便像是活了般 秦庄等人一见在前 见出空间裂 傀儡身体被斩断来 却听秦庄开口道 皇陵被金煞之气所封 四字成空间 天地之力与外界不通 叶福天点头 他自然也感觉到了 上空不满金煞之气的皇陵 隔断了天地 影响他们的实力 对于修行者而言 便是凭借沟通掌控天地之力 与之共鸣 从而爆发出强横力量 若是不能做到 便只能爆发体内力量 虽然也同样强大 但经不起损耗 且威力会弱上许多 不修武道肉身者 影响更大 强大的精神力 无用武之地 节省力量 善武道者攻击 叶福天开口说道 秦庄和元红开道 见其纵横 元红黄金身躯践踢虚空 狂暴至极 一路横推往前 封灭无尽傀儡 只见此时 有盛境人物疯狂吞天地之力 犹如巨金般 吸难一切 使得皇陵之中出现 一股股骇人的灵气风暴 将皇陵中封存的灵气 据为己有 简然 这些圣人也都发现了 皇陵的掣肘 会影响他们的发挥 千里皇陵 灵气倒卷 疯狂被诸圣禁人物吸纳 使得皇陵中灵气越发淡薄 许多人几乎感知不到灵气的存在 难以动用天地间的力量 许多强者都感觉极不适应 抬头看那金色虚空 金煞气流流动着 依旧如铁锁横江 宛若一封印大阵 将皇陵封印于此 叶福天心中有些郁闷 可惜老师不在 这种情形下肉身正道的老师入皇陵 将有极大优势 砰 此时 叶福天身体如奔雷 拳头轰裂一尊傀儡 继续冲向前方 在皇陵中急驰而行 不仅仅是他 诸强者速度皆都极快 不曾停留分毫 那些杀来的傀儡 根本挡不住他们的步伐 不过这傀儡倒是越来越强 前方 有一股可怕的意志风暴席卷而来 夏清渊他们速度最快 已经冲向了前面一片举行平地 最前面有着一金色阶梯 高九十九丈 阶梯之上 有着一道身影站在那 那是一尊巨大的傀儡 手持长枪 周围掀起一股可怕风暴 朝着人群席卷而来 天地间出现可怕的幻象 有一只傀儡大军杀象诸人 还有可怕的金色碾车滚滚前行 势如破竹 那巨大的傀儡 像是万军之江 黄熙震撼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双拳紧握 以他的修为境界 此刻竟双眸赤红 这可是他们皇族修行的功法 在先祖手中 何等威力 哪怕埋骨于皇陵 此一依旧通天 震慑万捕不朽 无论圣贤 进阶止步 前方 黎熙震和他带来的人都缓步前行 他身旁中年文士手托长刀 虚空中出现一道笔直的剑痕 但却破不开那滔天之意 只能一步步前行 夜伏天他们自然也感觉到了 这股舞之意的可怕 而且 修为越强之人 感受到的意境便也越强 圣和弦 皆被阻挡 缓步前行 他感受到那股滔天意境 将花节与挡在身后 踏步前行 任由滔天舞到意志冲击于身躯之上 依旧窥然不动 一尊尊傀儡武艺撞击而来 不断崩灭 黄九哥走在旁边 身上释放相似的武之意 一步步往前 只感觉新潮澎湃 何时他也能如先祖一般 一念尖可遇千军万马 镇压一切圣贤 砰 就在此时 一道闷哼声传来 岳福天只感觉心脏颤动 身后有人温哼一声 回过头 便见到后面的一位 道工强者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 脚不停滞不迁 这位道工强者乃是战胜功的 贤军级人物 实力很强 在他后面不远处 有人对他发起了攻击 圣贤榜排名 贤榜第九的强者 知圣牙 孔瑶 孔瑶身披圣气护具 身上释放可怕的五道规则之意 在抵抗那股风暴的同时 每一步踏出都有无上阵杀之力降临 宛若神像践踏大地 荒舟诸强者皆都停下脚步 神色冰冷至极 前绑第九的人物 可非等闲 当年刀胜催动魔刀 以巅峰之力方可与他一战 即便今日 若是单独战斗 孔瑶自信无人能敌 在这皇陵之中 对方难成阵法 自然是出手最佳时机 不仅是孔瑶 大周圣朝三大显榜强者 周勉 周皇 聂盖 紧接一步步为项叶福天他们 杀鸡毕露 除此之外 西华圣山也终于出手了 钟奎 圣显榜排名前二十的人物 李道秋 天资卓绝 在西华圣山受重视程度 仅次于柳宗 西华圣山以前有三大显榜人物 但与圣在上界正圣之战中入圣 西华圣山诞生三圣 圣榜多了一位 贤榜少了一人 这是西华圣山真正意义上 第一次明哲对荒州至圣道工出手 显然不再掩饰 至圣衙都已经被叶福天带人学习 可见叶福天之狠辣 若实在不除掉他 难道还等着他崛起不成 如今这种局面下 不思破脸 叶福天怕也已经将西华圣山恨上了 九州圣贤榜六大贤榜强者同时降临 而且还有其他顶尖人物 显然是打定了注意 只要叶福天他们入皇陵 便一举覆灭 斩草除根 诸圣帝的人自然看到了这边的情形 月圣开口道 今日公主携诸人闯皇陵 西华圣君和周圣王 这是想要做什么 我们之间的恩怨公主早已知晓 便让他们这些后辈们较量一番 我等继续前行便是 西华圣君淡淡开口 依旧在风暴中往前而行 没有去看后面的战场 夏清渊并没有看这边 他一步步往前而行 对于九州圣地间的恩怨 他并不怎么关心 刀圣 秦庄以及袁洪等强者都停下了脚步 随后朝着后面走去 在这片空间 诸人本就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没想到对方会这时候出手 稍微弱一点的人 根本没有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战斗 被攻击的话 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这次西华圣君和周圣王 动用的都是最顶尖的力量 一起攻于一役 叶福天这批人 是至圣道攻绝队的精锐力量了 贤者最顶尖的战力都在这里 脚师弟 你们继续往前 刀圣开口说道 他的刀已出鞘 魔翼滔天 席卷这片封印的空间 一道道魔光缭绕冲出 化作可怕的刀翼 朝着那些强者冲去 除他之外 杨潇 秦庄等顶尖人物都停了下 越向西华圣山和大周圣朝的顶尖人物 他们焉能不重视 去哪里 又有强者走出 西华圣山和大周圣朝两大圣地 能够拿出手的强者可是不少 三大圣的联手对付至圣道攻 几位好大的手笔 越圣淡淡开口 对着越江流一行人吩咐道 你们留下 和西华圣山以及大周圣朝的闲者切磋下 是 越江流点头 有一行强者走出 也参与了到了此战之中 越知强者在荒州遭到刺杀 至今没有查出真凶 那么便先入局看看 多谢前辈 叶福天对着越圣开口道 西华圣君和周圣王的脸色则不大好看 我琉璃圣殿也同为东周圣地 你们便也去切磋下巴 琉璃圣对着一行人吩咐道 顿时不少琉璃圣殿的强者也迈步走出 参与进去 越知流离圣殿至圣道攻三大圣的联手 一时间大周圣朝三大圣地丝毫不占优势 毕竟至圣崖只剩下一个孔瑶 不过离圣身旁的江月禅并未有出手的意思 依旧紧随离圣身边 多谢离圣姐姐 叶福天笑着道 如今有两大圣地帮忙 他们这一方的力量 已经完全不逊色于对方了 以魔道手段强行提升实力 道行逆施 我道要看看笔之当年你强了几分 孔瑶踏步而出 神像镇压大帝 无形之力压迫向刀圣 刀圣身周磨威冲天 魔刀举起 滔天刀一爆发而出 将那战杀而来的神像虚影斩断 大师兄 诸位前辈小心 叶福天开口说道 继续往前而行 黄陵地图在他脑海中 还没到真正的黄陵中心 月之和琉璃圣殿出手 这边的战斗不会有太大问题 他自然不能落后其他圣地的人 身体陡然间加速 叶福天直接破开那压迫而来的五支翼 傀儡虚影直接撞击飞出 速度奇快 诸圣走在前面 周圣王目光望向身旁的黎圣 开口道 黎 这么多年了 大周圣朝圣王后的位置一直为你留着 你何必还对当年一切耿耿于怀和我作对 黎圣脸上依旧带着温和浅笑 他目光望向周圣王 却冷力如刀 道 周之命 你不死 我心难安 周圣王看着那东周之地最美的面容 道 我在宫中建有琉璃宫 为你而准备 黎圣眼神变得更冷 身上含义惊人 周围之人看向这两位圣人 这是不再掩饰了吗 第949章心魔 九州之人 皆隐隐听闻周圣王对黎圣有意 从年轻时代便追求过黎圣 但真正两人之间的恩怨 便也只有修行了极为悠久岁月的老一辈圣人以及东周的人知道一些了 甚至还要追溯到大周圣朝的衰弱以及琉璃圣殿的崛起 平日里大周圣朝和琉璃圣殿一直相安无事 太平多年 但是实上 九州珠圣地间的关系微妙得很 大周圣朝曾经可是东周绝队的霸主势力 西华圣山和琉璃圣殿崛起 便是吞了大周圣朝的势力 能没有恩怨 但身为圣境人物 他们的心性何等不凡 平日里坐在一起 你都根本看不出来 然而 如今圣战背景下 将以前的恩怨也激发了 这次西华圣山和大周圣朝之间联手 其中便有包括关于黎圣的约定 荒州之后 两大势力便会动流离圣殿 否则 这两大势力凭什么将至圣道工的一切让给之圣养 三大圣地 各有所求 周圣王要离圣以及流离圣殿 同样的 离圣之所以选择这时候爆发 站在了叶福天一边 可并不是真的仅仅因为西才便参与入圣战 而是他知道三大圣地的联手 荒州至圣道工之后 周圣王必然动他 周圣王对他的觊觎 可不是一年两年 但对于东周以前的那些事情 很多人依旧是不知道的 都诧异地看了两人一眼 这两位站在东周之巅的人物 瞬间翻脸 而且言语是如此的锋利决绝 周圣王称 他在圣朝王宫中建造了琉璃宫 为离圣而准备 离圣称 周圣王不死 他心难安 这究竟是什么恩怨 叶福天也诧异地扫了那边一眼 隐隐明白了一些事情 荒州以前隔绝于九州之外 自然对东周的事情不了解 哪怕是那些老一辈的人物都不清楚 更何况是他 他只听闻 周圣王对东周第一美人离圣 一直有企图 从他们年轻时代便是如此 听到周圣王在王宫中建造琉璃宫后的离圣脸色更冷 丝毫没有了平日里的温和柔美 身上透着肃杀之意 他长发飞扬 脉步往前 一股极致的寒冰之意从体内爆发 使得天地冰封 仿佛皇陵之中的金煞之气都要封住 没有和周圣王纠缠 他继续往前而行 这时在最前面的夏清约以及离瑶带来的强者 直接冲上了99丈阶梯上那尊高大傀儡 有一件似从天外来 又有一掌若覆盖这片天 将那尊巨大的傀儡直接轰碎来 顿时那股袭击而来的压迫力消失 诸人身形笔直的往前 周圣王与离圣身旁而行 丝毫没有在意对方身上的冷意 仿佛要和他并肩往前 开口道离当年之事我知你一直难以放下 影响你心境 同样我对此也一样念念不忘 若你能放下心中执念 成为我圣王后 从此你我同修 必能再进一步 当年你我二人于东周之地 有着何等美誉 我周之命镇压东周一带 唯你一人能够比肩 多少人希望你我二人能够成为神仙眷侣 离圣冰冷的眼瞳之中厌恶之意更甚 当年 他出身东周明门世家 无论天父还是容颜皆是绝代 年轻时便被当时的琉璃圣殿店主看重 让他入琉璃圣殿 可谓清传弟子 一时明动东周 而当时 他已有婚约 为婚夫同样是吉父圣明的天之骄子 两人的家族也为世骄 似天造地设 然而 纵然他们名气极大 又如何敌得过当时已是明动天下 且为大周圣朝太子的周之命 他成名之后 琉璃圣殿店主欲收为弟子 引起周之命注意 见到他之后 疯狂追求 入他家族提亲 要他为妃 那时的大周圣朝圣王和琉璃圣殿店主并不和睦 甚至有着一段很深的恩怨 大周圣朝之所以会注意到他 也是因为这段恩怨 这种情形之下 他当然不可能答应 为避免夜长梦多 他以及家族之人皆都决定快刀斩乱麻 先将亲事办妥 和他为婚夫成婚 那一天 他奉官侠配 绝代风华 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虽说谈不上喜欢当时的未婚夫 但为世家好友 自然不反感 而且大婚之后 他将入琉璃圣殿修行 但他绝没有想到 那一天会是他的噩梦 他被迎亲之人从家族中接走 却并没有前往未婚夫的家族 而是 入了大周圣朝 等待他的人是周知命 他的未婚夫 以及世交家族 直接将他卖给了大周圣朝 他至今依旧记得当时大周圣朝 周知命高高在上 册封他为圣朝太子妃 赐他荣华 要和他完婚 他的回应是将家族 为自己准备的嫁妆 一件盛气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宁死不受刺辱 左信他师孙听闻此事之后 直接强势降临大周圣朝 当着周知命父亲的面 将他带走 带去了琉璃圣殿 并且让他起死回生 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 他活了 家族包括克卿 是位属下在内三千余人 灰飞烟灭 死在大周圣朝的金黄军团之下 没有一个活口 家族中活下来的人 除了他之外 便只剩下一位陪嫁侍女 即是如今他身旁的 险绑强者江月禅 后来他修行有成之后 带着侍女江月禅 将他未婚夫的家族覆灭 亲手斩下了他未婚夫的头颅 没有任何怜悯 再后来 便有了如今的离圣 离当年之事 导致我父亲和你师孙同归于尽 两大东周拒拨命运于巅峰一战 难道还不能化解当年恩怨 周圣王显得很平静 继续开口道 更何况 当初你多少想要我死 且断我胜路 使得我晚了数十年踏足圣境 差点将我杀死 我可曾怪罪于你 滚 离圣冰冷开口 被周知命勾起往事记忆 他身上寒冷如冰霜 他当然不会天真的以为 周知命这样的人会痴心如此 只不过 当年他多次拒绝于他 且宁死不从 狠狠地打击了这位年少时 变丰盛朝太子的绝代天才 于是才有将他家族学习的惨案 他要做的事情 便一定要做到 无人能够忤逆 他曾断其胜路 数次险些将他斩杀 周知命对他恐怕恨比爱多 他很清楚 对于周知命而言 他不过是一个执念 周知命永远无法斩断的执念 若他答应入大周圣朝流离宫 成为周知命的女人 周知命将念头通达 得到他之后便可能直接斩了他 周知命是他的心魔 同样 他也是周知命的心魔 周知命不死 他心难安 周知命听到离圣的赤鹤 生神色冰冷 欲空而行的 他冰冷地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夜福天 开口道 此次圣寨你以为加入其中便能对付于我 荒州至圣道攻夜福天 不需要多久他便会是死人 你想要从中破局 吃人说梦 离 可笑你这东周第一美人 哪怕放眼九州之地 容颜东南有几人能够比肩 且天赋卓绝 却还需要和一汝秀未干的后背须语为夷 莫非还想借助他的力量不成 他此身难保 荒州道攻圣人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如今这种局面 你如何破 周圣王冷淡开口 另一方 西华圣君的速度也放慢 使得许多人都露出异色 两大圣境人物 竟然准备在这皇陵之中 对离圣下手吗 周圣王神色锋利至极 扫了一眼叶福天 离圣姐姐 可笑之至 叶福天自然也感受到了周圣王的眼神 同样也听到了他们间的对话 看来周圣王和离圣之间的恩怨 远比他想象中的要更复杂 当初杰宇曾笑称 若是他将离圣追求到手 不知周圣王是否会到心崩溃 那时他还当听笑话般 如今看来 说不定被杰宇说中 还真有这种可能 这周圣王对离圣云有志在必得之意 平日里没有表露出来 隐藏得很好 至于周圣王的讽刺 他也并没有太在意 心境没有丝毫的波澜 周知命 叶福天笑着道 周圣王 你名字倒是很霸气 然而 你知自己知命吗 周圣王目光扫向叶福天 那充满沙面的眼神 像是看一个死人般 今日若不是有下清冤 以及诸圣地的人在 他真会忍不住 斩了叶福天 那只圣道也可悲 没有胆量敢下手 今日东周梁大圣地领袖人物 莫不是准备要对付一位女子不成 叶福天看到西华圣君和周圣王 一左一右 竟隐隐有将离圣为助之士 他倒是没想到两人这么狠 竟然真在这皇陵中就准备出手 西华圣君和周圣王 在圣贤榜中的排名都在离圣前面 若是两人联手的话 离圣必吃大亏 本作形式 何时轮道你来多嘴 西华圣君扫了叶福天一眼 冷道 虽说下皇称圣境人物 不得对下境界之人出手 但若有人主动挑衅圣人 那么想必下皇也能理解 既已经翻脸 自然不需要再掩饰什么 便如既然离圣决定入局 他们便直接准备联手对付离圣 极其果决 第九百五十章布局 两大圣境人物的威压和等可怕 哪怕在这皇陵中实力受限 但圣人之威依旧横压这片虚空 叶福天扫了西华圣君一眼 没想到在这皇陵之内 之前所积蓄的一些恩怨彻底爆发 离圣手中出现了一柄剑 剑寒如冷月 似能够将人的灵魂都冰封 此刻的离圣眼眸中 哪有以前那种柔美温和 只有寒冷 生人物尽 仿佛 这是离圣的另一面 九州许多圣境人物 只知离圣修行寒冰属性能力 却不知他还善见 聂勤剑 周圣王看了一眼离圣手中的剑 当年离圣便是手持这柄圣剑 斩了他未婚夫的头颅 剑明聂勤 斩断一切勤 而且 能斩到 他没有去看周圣王和西华圣君 而是继续一路往前而行 剑在手 仿佛面对两大圣榜排名在他之前的人物 都怡然不惧 周圣王身上 一尊金色凤凰虚影闪耀出现 仿佛和他身躯融为一体 圣光环绕 璀璨至极的耀眼金色光辉流动着 使得这尊金色凤凰身影越来越大 遮天蔽日 化身九天神凤 即便被皇陵规则所限 但圣境人物 自生大道规则 他们本身便是道 抬起手 周圣王朝着黎圣的方向拍打而出 九天神凤呼啸扑杀而出 天底间出现了一道璀璨至极的光 朝着黎圣那看似柔弱的身躯杀去 黎圣手中灭情剑斩出 斩断情丝 斩断大道 那片空间出现了一道银白色的漆冷之光 直接破开了九天神凤身影 披杀而下 朝着周圣王那霸道威严的身躯斩去 周圣王又是拍出了一道掌印 将剑光挡住 但他却隐隐感觉到那柄斩道之剑 直接斩入脑海之中 斩断他的精神意志 斩断他所修之道 当年 他本可以提前数十年踏足圣境 便是被黎圣阻止了 斩他圣道根基 想要断他圣路 经历了当年之事的黎圣 其心性可不像平日里看起来的那般温和 而是极为果决 道心坚韧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有朝一日能让周知命死 两人爆发大战 瞬间在那片空间掀起一股可怕的风暴 诸多强者退避开来 即便两人压着打 但雨波依旧可怕 不过此刻在黄陵中的人 也都非寻常人物 一行人速度并没有停止前行 而且极快 即便是战斗的周圣王和黎圣 也是在前行的同时大战 前方黄陵 出现了一座三重楼高的璀璨古殿 在古殿前 左右两方有着两尊雕像般的傀儡 镇守在那古殿上空 还有着一口通体无比璀璨的金色巨钟 这座古中不断旋转着 释放出夺目神华 宛若人皇中 古殿下面 则是有着无数傀儡 宛若一支大军班 镇守于此 而他们前方 是一片巨大的空间 宛若镇法班 有一巨大的八卦图案 而这图案 是通往那座古殿的唯一之路 夏清淵和李瑶等人直接朝前走去 顺着阵法往前而行 便想要直接踏入那皇陵古殿之中 然而那两尊傀儡站在那 犹如天神般镇守左右 李瑶身旁的中年文士持肩而行 一剑升 天地开 展向一栋至中间挡住他们去路的傀儡 剑落 那能斩断虚空的剑却并未将傀儡劈开 两尊傀儡周身环绕着可怕的金煞之气 隐隐化作金煞台甲 他们抬起手 朝着中年文士拍打而出 遮天蔽日的大手印垂落而下 中年文士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威胁 身体暴退 但那手印似如影随形 遮住了这片天 他怒喝一声 身体飞旋 一瞬斩出三千剑光 靠汗天地 唯有一剑 砰 一声巨响 两尊傀儡手臂碾压而下 剑光湮灭 中年文士感觉到不对劲 身体化剑 如一道掌红斑后退 又是一声剧烈之音传出 中年文士身体被拍打而下 惨叫一声 只见他摔倒在地 双腿竟被金煞之气射穿 随后一点点的化作虚无 极为凄惨 两尊傀儡分开 一左一右 依旧镇守在那 守护这皇陵中的古物 黎盛和周盛王依旧在大战 两人争锋相对 战斗愈发激烈 此时 只见西华圣君身上流露出一股可怕气息 绞心 叶福天提醒一声 他话音刚落 西华圣君终于出手了 他速度快到极限 出手的刹那化作一道道残影 璀璨夺目的身躯直接降临黎盛身后 皇陵限制了他们大道力量 因而近身攻击才是最适合的手段 一股极恐怖的窒息微压降临而至 这一刹那黎盛只感觉心脏剧烈跳动着 难以呼吸 精神意志中 竟出现了西华圣君的身影 左手伸出 朝身后拍打而出 天地冰封 一切都要化作冰雕 但西华圣君却依旧没有任何迟疑的轰出了一掌 万千掌印重叠 冰封之力被生生震碎 这一刻 黎盛只感觉身体五脏六腑依旧心脏都被震裂斑 温亨一声便吐出一口鲜血 他的剑斩下 江州圣王逼退 同时身体借助西华圣君的攻击飞退 黎盛嘴角一血 一头乌黑的长发略有几分凌乱之意 冷若冰霜的他此刻给人一股凄美之感 周围不少人按道这西华圣君还真是狠 竟不顾自己的名声和周圣王联手袭击 抓住机会突然便是一击 黎盛 周圣王对你的爱慕多年 你便嫁入大周圣朝为圣王后 岂不是一件美事 西华圣君看着黎盛开口道 黎盛面沉如水 纤细的手掌伸出 剑在手 柔弱的身躯却稳稳矗立在那 他额头的几缕长发飞扬着 眼眸中带着几分决绝之意 公主 古殿上的剧中有古怪 何不敲响事事 这时 叶福天对着夏清渊开口说道 夏清渊回过头看了叶福天一眼 随后抬起头 看向那口旋转的古钟 黎盛姐姐 古钟想起知识 所有人都会遭受攻击 你可以成绩出手 叶福天对着离圣传音道 在他脑海中浮现一幅黄灵土 这里应该是黄灵藏书地了 已经接近腹地 这口古钟能引动阵法 夏清渊对着身旁之人吩咐了一声 顿时有一位圣境强者身形腾空而起 直接敲响了那口巨大的古钟 当 伴随着一道钟声响起 无比璀璨的霞光从古钟上绽放而出 顷刻间一股大道威压从天而降 无论是圣还是弦此时都如遭电击 宛若人黄中声响起 他们的脑海猛烈地震颤着 这钟声如大道之音 穿透了岁月 似从千年前而来 修为越强大之人 受到的影响越大 在场的诸多圣境人物闷哼一声 脑袋一片恍惚 那位敲响谷中的圣人 甚至被直接震回了地面 脑海中一片嗡鸣 唯有大道钟声缭绕不止 周圣王也一样 他身躯之上的金黄虚影都像是要被震碎般 脑海出现短暂的空白 但这时 他却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烈的危机 陡人间抬头望去 便见到他的身体一点点的被寒冰覆盖 彻骨冰寒 灵魂都似遭到冰封 剑智 直接出现在他脑海中 让他停止思考 一箭灭道 这一瞬间 绚丽的光芒直冲九天 恐怖的金色凤凰身影缭绕于空 他体内血液都燃烧了起来 化作金色圣雪 催动体内力量 不受那对方的力量所限制 他体内有圣瘦金黄飞出 扣住那一箭 然而箭之所致 大道毁灭 金色凤凰身影粉碎 扑磁一声 箭直接刺入周圣王的体内 灭杀一切的大道之威疯狂爆发 周圣王体内彻底燃烧 他刷梦圆征 手掌击杀而出 宛若神鸟金色凤凰穿透而过 一声巨响 黎圣的身体直接被击飞出去 手中的箭带出了金色的血液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惊得许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看向战斗的两人 只见周圣王身上的气息急速衰弱 伤口在不断修复 但从他苍白的脸色 可以看出他受伤击重 大周圣朝强者身形闪烁 来到他身边 江月缠则是接住了黎圣 此时黎圣也不好受 一山染血 触目惊心 但他受的伤显然要比周圣王好不少 周圣王冰冷地扫了叶福天一眼 黎圣为何能够在刚才那一刹那发动攻击 显然 叶福天知道什么 他和西华圣君之前就知道 这座黄陵可能是至圣道公 皇族之人的先祖所留 那么这样看来 叶福天果然知道黄陵中的一些秘密 不仅是他 西华圣君也扫了叶福天一眼 还有虚空中的击圣 看来西华圣君和周圣王并没有骗他 跟紧他 姬圣对着姬牙传音说道 姬牙淡淡点头 知道该怎么做 身为圣贤榜中贤榜第二的存在 在如今道公强者都被恐摇他们留下大战的情形下 他要杀叶福天 轻而易举 他自然知道姬圣和西华圣君他们的约定 既然西华圣君没有欺骗师尊 那么他自然会履行承诺让叶福天无法活着走出黄陵 这也是周圣王和西华圣君将叶福天看作死人的原因 他们早已经过好局 必杀叶福天 这也是周圣王和西华圣君 我们下期再见